至于这个会不会成为新常态 就要取决于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 它会怎么做 他们一天不停止企图分裂中国的企图 这样的一种行动 我想我们中国就一天也不会停止 坚决捍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来展现这样的决心意志和能力